向祢的温柔 向祢的谦卑 向祢怎么样舍弃为人 祝我们求祢 把祢的将祢自己的形象 甚深刻加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真的每天在生活当中 我们实在是获取祢的荣耀 告知祢的名 帮助别人也在正道上 可以赞祢的恩 祝我们知道我们软弱 我们常常跌倒 我们也常常令祢的圣灵 为我们担忧 我们常常违背祢的命令 神啊 赦免我们 愿祢接近我们 让我们今天到祢面前的时候 把自己倒空 让祢自己可以 丰丰富富地充满我们 我们一切那些拦阻 使我们可以更亲近的东西 从我们生命当中抖去 使我们脱弃那些容易残留我们的罪 那些我们所背负的重担 使我们仰望那 把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在祢所有我们奔跑的道路上 我们可以忠心为祢 我们需要祢 保护的今天把祢的话 再次解开 发出亮光来光照我们 所以我们从祢的话 得做启示 我们得做力量 得做指引 也得做独占 因为祢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没有祢 我们会得到 没有祢 我们所做的要归于突然 但谢谢祢 祢既既爱我们 就爱我们到底 祢已经把一切都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随时到面前 父教祢成为我们的阿爸父上帝 教我们所要的 教在祢那里 因为祢说 当将祢的优力教给耶和华 因为祢比姑娘你们 谢谢祢 祢的爱永不改变 祢的能力没有减少 所以我们等候在祢面前 祢请说 祢的耳里们 敬听 祷告奉耶稣 圣明 阿们 我想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 我想多多少少呢 我们有一些概念 也很熟悉 我想假如我们详细研究圣经的话 就可以发觉 提摩泰 这个帖撒罗尼加前后书 就是保罗所写的 那么保罗是在经义里面 想到他所爱的这些信徒们 在那里为神作战 过每天繁忙 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 要豁出一个真真荣耀上帝的生活 所以保罗呢 非常的担心 也非常的观念 特别呢 当保罗想到耶稣基督的应洗 有一天他要再回来 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族到永远 这个主再来的信息 对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保罗也知道 所以保罗就用帖撒罗尼加前书 把这一番最重要的真理 告诉他们 他说主要再来 这是千真万学 主的应洗 所以呢 每个基督徒应该成这样的盼望 等候主的到来 因为主的到来 就是我们救恩的完结 或者说救恩的完结结束 是我们从世上被搬到光明的国度 从撒旦的泉下被释放 来到神自己的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 这是活等他的荣耀和盼望 所以保罗用帖撒罗尼加前书 详详细的告诉他们说 主要再来 当保罗写完这个以后呢 过了很短的时间 那么保罗的一个同工 尼巴夫就到这个 帖撒罗尼加那里去探望 这些信徒 把保罗的消息告诉他们 但是当他到那里 其实就听见 有一些事实而非的道理 开始进到教会里面去 影响信徒们的信仰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尼巴夫提呢 就感到非常的担忧 就把这个消息 带回到保罗那里 告诉他们说 现在教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和这些事实而非的教训 开始进入到教会里面去 使他们在那里呢 对自己的信仰 开始觉得有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在 帖撒罗尼加前书告诉他们说 很肯定的 很坚决的说 主一定要再来 但是他们等 又等 好像主再来的 这个现象呢 看不清楚 好像也没有来 那么这些事实而非的道理 就是说呢 其实主已经来了 你们这般信徒 只被辟下了 神忘记你们了 所以让你们仍然留在世上 那么不但是如此 还有呢 再加上一些 这个犹太律法 这些主义 他们到那里去 告诉他们 你们这些外邦人 信主的时候 没有收割礼 那我们这般犹太人呢 是按照亚伯拉罕子孙的 这个命令 我们一定要收割礼 我们有收割礼 才配成为神的儿女 那么你们不收割礼吗 你们的救恩 还是一个问题 那么不但如此 再加上呢 现在罗马政府 又开始对基督教 产生一个不友善的态度 开始逼迫这个基督教 所以呢 在这个种种的压力之下 还有种种这个信仰的 失失而非的假教训的条件之下 这些初心的信徒 就在那里开始怀到底 我这个救恩 靠得住吗 我是不是得救了 假如我得救 耶稣竟然来了 那么为什么不接我 那么假如耶稣是爱 为什么我们又会受到逼迫 为什么我们要受到拒绝 那么假如保禄所讲的 因性称义 那么为什么这些 有太人说我们要行立法 那么到底谁是谁非 所以这些信徒呢 就开始在那里振战 在那里怀疑自己的信仰 不但如此 有一些人呢 开始背弃了自己的信仰 那么保禄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造极 所以就很快 再写一下这个 贴萨罗尼加后书 这一本书 对前书跟后书的距离 不过大概14个月的时间 相当短的时间 因为保禄这个 Purcher的心灵 一定要矫正 他们的信仰 让他们走在正路上 不至于被异端鞋 所摇动 或者呢 在各样的逼迫 苦难的环境当中 他们设置了他们的信心 离止他们的跌倒 所以前书讲到 耶稣必须要再来 这是千正万确 基督教最正的正理 后书是讲到 好 基督要再来 这是一定 但现在还没有来 保禄很清楚讲 基督现在还没有来 我们还必须要等过 那么所谓的 迪萨罗尼加后书就说 基督要再来 但是现在还没有再来 那么再者要来 以哈密萨来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要面对的 这一些困难 挫折 试探 逼迫 苦难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应付 只我们可以 在这信仰的道路上 我们走得 非常的坚定 很正值 所以 基督教最后书 总书一记 就是一种 你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 赞理的 弟兄姊妹 我想 我们如今 不在这个 二十一世纪当中 我们岂也不是 常常受这些 失失而非的道理 干扰我们的心吗 耶稣不是 两千年前 找出应息 他并要再来 但是现在 为什么还没来 我们在等候 我们在盼望 我们在祈祷 我们在求神 帮助我们 让耶稣基督赶快 下来 但是为什么 上帝也迟迟不来 所以在这段 等候的实践里面 看见很多的 异端学说 也开始进到 我们的教育里面 不是吗 我记得前几年 有不少的牧师 大胆地宣称说 耶稣 在某年某年某日 一定要再来 好几次我们听到 但是耶稣来吗 没有 我不晓得这些牧师 那里来怎么大胆 那里来的这个学生 可以比耶稣基督 更本事 连耶稣基督 自己说 他再来的时间 连子都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那么这些牧师传道 为什么要比耶稣基督 更本事 可以知道耶稣 什么时候要再来呢 这些一段学说 听来有道理 他们用很多的条例 用很多的真纪 告诉耶稣 什么时候要再来 但是我想 那不是圣经的真理 那么很多信徒 也应用了那个教训 我们离开了 我们真正的信仰 我们放弃了 我们对神 忍耐等候的信心 以致我们 跌入魔鬼的牵套 我们离开了真道 我弟兄姊妹 面临这一切 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到底 要如何走 使得基督徒 在世上的生活 是一个振战的生活 这个振战的生活 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振战 不是医术学习的振战 保罗很清楚说 这个振战 是黑暗 以光美的振战 是撒旦的权势 以上的国度的振战 是我们天上的 这个属灵的原则 以地上那些 靠不住的这些 人的哲学 人的真权 人的意念 的一个振战 这个振战 不容易 是极困难 也是极大的 上帝还说 你们在世上 不但要面临振战 而且你们要 走光 走远 你能不能想象 走光 走远的这个责任 是何等的重大 何等的困难 我们到底 真的能够走光 走远吗 弟兄姊妹 是的 做光 走远 不是单单在我们 头脑的自私的领悟 不是在我们 单单在宗教的信仰 而是应该是 放在我们每一天 生活里面 扣出来 我们真实的信仰 圣物 这一个 征战 这一个信仰 的征战 乃是因为 我们在背后 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爱 有神的能力 来支持我们 对兄姊妹 我想 上帝不把 耶稣基督 再来的消息 很清楚地 告诉我们 不是他故意 跟我们走对 我想这是 神一个 极大的指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叫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再来 乃是安示我们 或者提醒我们 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过怎么样 金钱 真诚的态度 来过生活 好像今天 耶稣基督 要来一样的态度 因为假如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再来 还有一个月 我们还要上这天 所以我一个礼拜里面 还可以车喝玩耍 等到最后一分钟 我回到上帝那里 上帝也救我 不是吗 神不将那个热气 告诉我们 他极大的智慧 让我们这一般基督徒 在生活 不是过一个 梦生 对死的生活 不是过一个 花田酒地 随便的生活 那是金钱度日 我们存敬畏的心 存橙色的心 在神面前 做一个真正的光 真正的眼 来调和 来帮助 在黑暗的世界 看见神自己的大爱 简单来说 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 《地上罗内加后书》 第二章13节到17节 这段经文 我想保罗提醒我们 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世代 是一个困难 动荡不安的时代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是一个生死之战 我们所要对付的 不是人间的那些 我们看得见的仇敌 我们所要对付的 是那空中掌权的恶魔 他比我们大 他比我们有本事 他比我们有智慧 那么我们这一班人 怎么样可以 在这样的一个挑战 威嚇 在这样的一个逼迫当中 我们可以站得稳呢 当我在思想祷告的时候 我发觉 《地上罗人家后书》 《二章13节到17节》里面 保罗给我们看见 三个很基本 而且非常重要的真理 要帮助我们 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 站立的稳 我想这不单是 对当时的 《地上罗人家》的信徒 一个很大的帮助 也是很大的安慰 或者说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想假如我们 把这段经文 深深地刻在 我们的心板上 反复思想的时候 这一段经文 也可以成为我们 在这个世上 我们行走的一个 直路牌 或者说呢 可以一个指南针 或者可以说是 我们的一个GPS 来帮助我们走得对 走得正确 最终的目标 很恰当 那么到底这三个 基本的信息 或者这基本的交易 是什么呢 第四三节 我们看到 第四三节看到 我们在那里说什么呢 保罗说 我们当为你们 常常感谢上帝 因为上帝 从其初 捐选了你们 使你们 借着圣灵 成圣 并信 靠真理 得以得救恩 那么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说 上帝 从其初 见先我们 叫我们得救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得救 不是因为我们 有什么好处 我想 很多牧师 都跟各位 讲过这个道理了 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真的神看中我们 我们没什么好东西 可以献给上帝 使上帝 可以特别把救恩 赐给我们 没有 因为保罗很清楚 说我们得救 是靠着神的恩典 也应用我们的心 所以换一句话说 是神的恩典 今天叫我们得救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对神的恩典 是我们得救的 这个真理 我们很多时候 有一点偏差 很多人就说 我今天相信上帝 信耶稣基督 我得救了 那换之后 我有死了 可以上天堂 所以他们以为 神的恩典 是我们得救 就是叫我们 进天堂的一个门票 所以今天 我们在生活上 谁写遍遍 富贤人说 清清菜菜 不管 无所谓 等到我们死了以后 我已经上天堂 天堂的门票 已经拿到在手里 我们可以放心 但是假如 你想去研究 这段经文 第十三节 保罗所讲的 这个恩典的得救 不是单单上天堂而已 那你说什么呢 因心正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是我们成圣 这我不晓得 大家记得不记得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曾经 在这里讲过 上帝的恩典 在我的了解里面 一共有五成 不是那么样的简单 是 上帝是我们的 救上天堂 这是 唯一给我们 所看见的 神的恩典 但是其实 神的恩典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另外的 四成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不理 什么五成呢 让我简单的 跟各位说 第一个 是上帝 哪个 起初 感动我们 预备 是我们得救的恩典 看见没有 听见没有 是上帝 预备我们的心 是我们知道 自己的罪 是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功劳 那么我们呢 可以有一个感动 去出我们 到神的面前 来认识上帝 那个感动的恩典 是上帝要预备 把救恩的恩典 赐给我们的 同一步 不是我们自己 主动的 乃是神 主动的 感动我们 所以今天 我们人得救 是神在我们的 心中 先做工作 所以保罗说 如果不是 圣灵感动 每一个人 能成耶稣基督 为主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换一句话 所以我们之所以 能够回转 信耶稣 因为神的恩典 已经预备 我们的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然是一个 称义的恩典 就是当你来到 基督面前 基督的保学 一切尽你 是你这不义的人 在神面前 因着耶稣 十字架上 所使其代数的功劳 是我们在神面前 被称为一 什么被称为一呢 就是我们这个犯罪的人 上帝称我们 没有犯过罪 被称为一 是我们得救 这是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呢 除了我们得救了以后 这里所讲的 是我们成为圣洁 换一句话说 神就是我们 不是单单 要我们灵魂得救 而是要我们的生活 成为圣洁 所以你看见没有 救药里面 很清楚告诉以色列人的 一个命令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 是圣洁的 有罪的人 不能到神面前 希伯来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被上帝所圆纳 那么我们信了以后 雅各说说 你们要把那个信心 扩出来 就是要我们呈生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思想 是不是在神面前 我们上帝的愿 这成圣的步骤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所应该追求的目标 你不是说 当我一清楚完了以后 我的罪被接近了以后 我从今以后 就不能犯罪 不是 不要误会 我们仍然活在 入体当中 我们会跌倒 但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誓的 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补义 为的 是我们成为圣洁 醒在光明当中 像约翰115所讲的 看见没有 这是基督徒 在我们人生当中 所要追求的目标 也是上帝恩典的第三个步骤 是我们基督徒成为圣洁 所以我很喜欢的一句话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onward to perfection 我们不是圣洁 但是我们是朝望圣洁的道路中 有人说 We are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仍然在神的建造里面 所以今天神用种种的方法 用苦难 用一些鞭打 用一些 或者用一些不如意的事 困难的环境 来操练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把里面的那些 心里的诈载意念 不和上帝学的事 一件一件处夕 再等到我们 扩出耶稣基督的形象 生灵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 这是救恩的第三步 救恩预备我们的酒 救恩是我们被称为一 救恩要我们成为圣洁 救恩 这条道路不容易不是吗 成为圣洁 这是一个艰难的道路 不容易 我们常常会跌倒 我们常常会受害 但是怎么办呢 所以上帝的恩典的第四步 有一个福祉的恩典 圣灵要来 帮助我们 是我们可以得到力量 可以胜过一切 这恩典乃是神的赐给你 我每一个心里 不要惧怕 因为神所嫁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能忍受的 但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神一定为你们开交出物 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 这就是上帝 福祉的恩典 救恩恩典的第四量 第五样就一样 乃是个荣耀的恩典 是我们进到天堂去 享受上帝 能够永远的部分 弟兄姊妹 我常常感觉到 有一点保留 很多人说 我们到天上去 要领受我们应该得到奖赏 对这句话 我常常在那里 反复思想思考 主啊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 你所知的 我所做的 也是应该的 那么假如我做 我应该做的事 我还盼望什么奖赏 我常常 对这个计划呢 一直在思想 我们到底的奖赏 是我们配得的吗 是我们应该得的吗 我今天领了 五十个人来信住 所以我到天堂 一定拿到很大的光明 是吗 我在地上 我付上这么多的代价 我奉献很多 那么我在天上 一定住高楼大厦 一个住洋房 是吗 弟兄姊妹 也是说 你们这些仆人 做完应该做的 你们说 我是不配 因为我所做的 我是应该做的 所以我的看法 我的相信 今天假如我能够到天堂去 领受上帝 要给我的荣耀和冠冕 不是我配的 乃是神的恩典 神加倍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 这叫做荣上加荣 恩上加恩 所以你看见没有 这是我个人 对上帝恩典的一个看法 我们的一生 不论我们做什么 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道路当中行走 都是神的恩典 在扶持我 一步一步 走完我们该者的道路 等到我们进到天长期的时候 到他永远的景地 我们还领受神的恩典 永远享受不完 神的恩典是活得得好他 但是弟兄姊妹 对我一万步来说 这些恩典赐给我们 最大的目的做什么呢 不是让我们享受 不是让我们在那里自告自当 神的恩典赐给我们 有一个目标 或者有一个最终的目的 是要教我们 改变我们今天的身份和地位 所以他说呢 他从起初捡选了你们 他从起初捡选了你们 为什么神要捡选我们 彼得前书二章 他要教你们成为 俊正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一个荣耀的君王 是神的子民 这就是神恩典 来造我们一个最大的目标 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份的改变 我们地位在神面前的一个被改变 重新建立那个新的地位 使我们今天可以在任何幻情当中 我们可以站立得住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不是属于自己 我们今天不是属于世界 我们是属于那天上的国度 万王之王 万神之主的子民 我弟兄姊妹 是哪一个信念 哪一个地位 哪一个身份 今天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站立得住 因为我是属于上帝 看见没有 今天不要忘记 你不是废物 你不是无用 你不是小财 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正规的 因为他从起初上帝捡选了你们 我们的地位是超然的 我们的地位是尊贵的 我们的地位是高尚的 所以让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各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站立得住 大概大家最近 这热门的消息 应该是哈利跟美根吧 对不对 大家在那里振着 现在哈利跟美根 那的天翻地覆 他这个被这个大公司除掉 他要建立新的任务 被这个皇族否认了 连这个女王的这个周年纪念都不请他了 名字从他们的名字当中被他除掉了 甚至呢 有一个报道说呢 连这个美根 在这个孩子的出生的这个出生日里面 把名字也除掉了 脑袋天翻地覆 但我在安静地思想的时候 我觉得哈利做出了一样事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什么 不是吗 他是王子的身份 他自己不知道 他王子应该后期怎么样的生活 他自己搞得糊涂 所以他想解脱那个王族那些控制 那些条规 那些条例 他要自由 释放 所以跑来美国 他幸福吗 我不敢说 好事还在互通 是的 美根也不是一样吗 美根也不晓得自己的地位是什么 他在美国是 曾经当过艳演 成功一段时间 不是吗 但是当他嫁给几个英国王子的时候 他的地位身份改变了 他知道吗 我想他不知道 他妙想天开 他以为我嫁给这个王子 我的地位可以崇高 可以震动天下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这个美根是谁 成功了 他失败了 他在王宫里面搞得一塌糊涂 关系搞得不好 他结果跑来美国 弟兄姊妹 我想这一对夫妻 最大最大的毛病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认识他们是谁 假如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的话 我想他们的生活 有不同的姿态 来表现出来 今天不是很多基督徒 也像他们一样吗 我们有过高贵的身份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活出那些 以世界上的人一样 同流或物 一同一世代的潮流 浮尘 弟兄姊妹 你不是属于地上 你是属于天上 你不是属于你自己 你是属于那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 他是你这个崇高的地位 让你在崇高的地位当中 活出 他和你活出的生活 我想当你知道这个信息 当你知道这个身份的时候 你可面临一切 你也不惧怕 因为你知道 你的父亲是谁 这是第一样 我在这一段里面 我所看见的一个真理 一个基本的要素 上帝从起初 这个恩典领到我们身上 不是让我们给我们 这个物质享受 不是给我们有天上 天堂的这个印证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 把我们在地上 被罪恶所捆绑的 一个生活的地位和身份 完全改变过来 所以我们恢复到从前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 在伊甸院的那个身份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和样式 有上帝的荣耀 有上帝的珍贵 有上帝的智慧 有上帝的权柄 为什么 你要看见你自己 为什么你不注重你的地位 不宝贵你的身份 这是神恩典 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不是要站立的问题 记得你是谁 你是属于谁 刘漾 我看见什么呢 在哪里 你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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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 应该是推到地上 所以地上 我们有没有站立的文 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计是我 可传的 是信商学的 都要经受 这是第二个基本的要道 换一句话说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站立的问题 是因为上帝的话语 神所给我们的福音 祂所给我们的圣言 我弟兄姊妹 你又没注意到 在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靠着 可以站立的文 你想靠钱财吗 有一天 保罗说钱财为张翅膀 被他离去 你靠地位吗 有一天 今天你是宝座上的国王 明天可以从未接下去 今天特朗普的事情 闹得也是满城风云 他不晓得会不会坐牢 不知道 好戏还在活头 但是以前 当他在做过 这个总统的时候 多少人逢成他 跟随他 但是现在 我想好多人在那里守望了 因为他也靠不住 你靠经济 靠政治 靠你的智慧 靠得住吗 我们听到有一个消息 一个 这一个非常出名的 我们的朋友 他在新加坡 念了大学 拿到博士手里 跑来这里 在Princeton 当过好几十年的教授 有本事 文无钱财 能学士 提了一笔好事 自己都漂亮 能画画 样样都精通 但是呢 前一个两个月吧 他们说 他一向保护自己的健康 没病过 好好保养 测量了非常地谨慎 保守身体 但是他说有一天 他就去走路运动 运动回来 鞋子脱掉了 放在一边 他就坐在 他平常舒舒服务的摇椅上 坐下去 一坐下去 温规期间 走了 靠得住吗 智慧 经济 财务 又靠不住 世界上 我想只有两样东西 我们可以靠得住 第一样 是上帝 永远不变 靠上帝 是最稳当的 依靠 第二样 靠上帝的话 是的 上帝 虽然稳当 但是我们看不见 不是吗 上帝四个灵 在哪里找他呢 我们祷告 有上帝好像不听 我们的祷告 好像到天花板 又往下回来了 上帝到底在哪里 看不到 但是感谢上帝 虽然上帝在灵里面 看不到 但是他都存在 是正事 耶稣说 天地要废去 上帝永远不会改变 还有 上帝既然不改变 那么他也知道 我们人的软弱 只要有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看得见 摸得到 我们抓得住 我们才可以增加 稳固我们的信心 所以上帝 这个看不见永远的上帝 不变的上帝 体贴我们的软弱 就把他的话语 写成一本圣经 赐给我们 我们看得见 圣经不是吗 我们可以读到圣经 我们可以摸到圣经 所以圣经是另外一个 在世上 我们可以靠着他 站立的一个帮助 所以环地计划所 除了知道我们的身份以外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武器 就是神的话语的帮助 来建顾我们的心情 是在这动乱的时代里面 唯有神的话语 才能帮助我们 给我们安慰 在我们不知气象 在我们在那里 彷徨无助的手 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依靠 可以指引 我们当神的道路 我在前几个月 我跟各位分享过 神的话语 是建立在四个基础上 记得吗 我今天不提了 但是我的看法认为 今天我们之所以 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不是上帝不守 也不是把上帝旨意 把它拢得那么悬 是我们的莫测高深 好像张显伙伙伤 目不着头脑一半 不是的 上帝的旨意 已经很清清楚楚地 写在圣经里面 今天问题是说 你又没闭神经 因为你不读圣经 所以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 假如你读圣经的话 你就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 已经很清清楚的写在哪里 当然不是细者 而是给你一个原则 所以你越多读圣经 你对上帝的旨意就越敏锐 越明白得更清楚 所以今天很多人问 我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 很多牧师传道 就用很多奥秘高僧的学问 来跟你解释 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不走那条路 我走的一条路最简单 他说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吗 回去读你的圣经 你也读圣经 你也清楚神的旨意 你也读圣经 你也看见神要向你说话 因为上帝所要说的话 已经记在圣经里面 所以你不要多问 看圣经就是了 我今天为什么鼓励信徒 每天你花一点时间 来读圣经 这五分钟吧 大概不差 你念一张也好 你念两张也好 无所谓 那么你念几节也好 但是你念完了以后 猜谋思想 问两个问题 神啊今天 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要告诉我什么 第二个问题 主啊 既然你在这个圣经里面 要做什么 那么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 刚做什么 每一次你都圣经 问这个两个问题 主啊 你今天 要做什么 那么你今天 要我做什么 当你每天 怎么操练自己的时候 你就越来 也就明白 上帝今天 要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这个世界里面 要做什么 那么你的角色 你要做的 你扮演的角色 是什么 神也会清楚 高生 记得 上帝的旨意 不是讲一次就算是 听你不要误会 我再说 上帝的旨意 不是讲一次就完了 你听不到 那你太差了 你太笨了 那上帝不得没有 神讲啥的意思 是一次又一次 不断地会重复 对 我今天不都讲了吧 结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研究 但是我这个看法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人的哲学 很多人的主观的意见 很多人的这个 很多人的提供意见 是叫我们常常 在那里迷失榜将 不晓得 胡七胡同 但保罗在这里所提的 我们加入 由圣经成为我们的 保健 成为我们 站立的一个盘舍 我们就在这个 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 在这充满 许多迫不 和痛苦的时代里面 我们可以在 神的恩典里面 因为神的花意 是他的恩典 使给我们 广告我们 提醒我们 这是第二样 我要看见的 第一样 我看见了 明白自己的身份 站在自己的地位上 我们就可以站立地问 第二样 拥有上帝 丰富的花意 存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不会得罪上帝 那么在这世上 我们就可以有力量 可以得胜 各样的罪悟 记得吗 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 他不是用自己的神机 好 撒旦 可以我后面去吧 我是上帝的儿子 我在前天使 从天上 把你们效果 但耶稣 就从试探的时候 善事 他说 因为 经常 记住说 我感谢上帝 把那段经文 留在地上 就是告诉我们 假如上帝的儿子 得胜 试探 是靠着上帝的话 那么为什么 今天 我们要凭做自己 来面对 乌龟 不是吗 假如耶稣基督 靠上帝的话 可以得胜 今天我们也可以 靠神的话 我们也可以得胜 因为他的话 暗听在天 立法一听一话 可以飞去 但是神的话 永远不会飞去 假如上帝 以前可以做这些大事 他的话 有这么大的能力 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 神的话也没有改变 不要相信 别人所讲的 但相信 神的话也怎么说 不要以你自己 个人的经历 当做戒对的标准 乃是要以上帝的话 为你众生的一个标准 继续追求 第三样 自己的身份 上帝的话 最后一样 哪里说第四七节 第四六节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可拿爱我们的神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 三心三言当 建立 翻一句话说 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站立的稳 建固起来 那是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爱 永远不改变 神的爱 永远不改变 感谢上帝 不是吗 弟兄姊妹 我想 今天我们所缺少的 在教会里面的教导 我们常常很多用人的高原大致 来把福音 解释得 令人难懂 但是其实我的看法 人本圣经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要把上帝的爱 参与 在世人心里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 都甚至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止灭亡 反得永生 看他父子们爱我们 当我们还住罪人的时候 他为我们死了 他爱我们 甚至爱我们到底 他爱我们 就不拒绝我们 不丢弃我们 弟兄姊妹 是那个爱 可以激励我们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我们鼓起我们的勇气 纷烧我们病人的心 是那个爱 融化我们 是那个爱 牵引我们 是那个爱 适应我们 也是那个爱 叫我们今天愿意 把自己完全摆在 祭坛上面 让灵后粉烧 是那个爱 帮我带到 我们今天的底部 不是吗 所以不要设置那个爱 最恐怕的一个基础 不是设置上帝的一花意 不是设置你对自己的认识 最恐怕的 乃是我们设置 那基础爱神的心 记得吗 耶稣基督在 启示录的时候 这辈老底家教会 你把你基础的爱心 弃绝了 上帝是活等的盼望 让我们保持 那个基础爱他的心 让那个爱 不但地混哨 不但地在此激励我们 保罗说 是那个爱 基础我 所以我忍受各样的苦难 他说呢 是那个爱 是什么东西 可以叫我 以那个爱分开 天上的事吗 地上的事吗 是精神的事吗 是来生的事吗 是基础吗 是必不吗 是穷苦吗 是正战吗 是这种肉体吗 他说没有一样的事 是可以我们 以基督的爱 可是 我是那个爱 保罗说 我今天愿意 后作为基督 我死了 就可以叫基督的名 是那个爱 叫保罗把一生 从大麻烧路上 不下岛的时候 一直到他 在罗马 电脑里面 被葬送的一天 美好的葬 保罗说 我打破了 当我的路 我跑进了 索性的道 我守住了 为什么 因为是那个爱 把保罗改变了 我今天成为活的样的人 都是因为 上帝的恩典 而成 是那个爱 让保罗烟 牺牲一切 把身体教灌 成为活祭 在神面前 蒙上帝的许言 弟兄姊妹 你仍然保持那个爱吗 你对神的爱 还有怀疑吗 你胜得爱 还有保留余祭吗 神爱你 把一切都献上帝 保罗说 假如上帝 连自己的爱子都不爱惜 难道他会留下 各样的东西 不吃给我们吗 他爱我们 爱到如此的 让我做一个 用一个故事 这是我们去德国 那时候我们去 这个德国集中营 那时候希特勒 不是把六万犹太人杀死 好多被灌在 这个集中营里面 我们跑到那个集中营里面 看到他们那个集中营 那个会须 真是不敢想讲 那么在那个时候 有人就告诉我们 一个故事 他说就是发生 在集中营的树桃 一个家庭 叫做Solomon Rosenberg Solomon Rosenberg 他有太太两个孩子 还有他的父母 有一天被抓 因为他是犹太人 被关到集中营 英文人去 当然在集中营里面 不是一个好受的一个词位 要受痛苦 但是集中营有一个条例 他说只要你能够干活 你就可以存留 什么时候你不能再干活 你就会带起出事 所以大家在那里拼命干活 有病的还在做病症的拼命干活 为了要保全他的生命 为什么时候他一天不能工作 他那一天 生命就完蛋了 他话短说 这个Solomon Rosenberg 有一天他看见父母亲年老了 工作不来 所以这个父母呢 就被带去了 一带去呢 就失重了 死了 当然这个家庭是非常的伤心 那么这令Solomon担忧的 父母已经离开了 他年老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挽回 但是他最担心的 是他的第二个孩子 他从小脊弱斗病 他说呢 他们担心 有一天 他这个孩子呢 就要步上 他的祖父母的脚踪 小时的 所以Solomon Rosenberg 每天回家 总是第一件事 他要看看 他的家人 还在不在 当他看到太太在哪里 当孩子在那里 小儿子在的时候 他们彼此拥抱 在哪里呢 流泪 感谢上帝 一天的生命 又会保存 有一天 Solomon工作回来 按照他的长礼 去找他太太 去找他的孩子 找不到 但是奇怪 他们去了哪里呢 他早到后来 就发觉 他的大孩子 Josua 躲在教堂旁边 戴着他的眼睛 在哪里哭泣 在哪里祷告 Solomon心里 一个掉下来 对Josua说 Josua Tell me It's true 告诉我 那不是一个习生 Solomon在科技当中 抬头仰臉 看到爸爸 对他爸爸说 爸爸 信了 他今天发觉 大卫 小儿子 不能工作 所以把他要带走 那么这个 Solomon就问他 那你妈妈呢 他说 不满理属 当这些人来 把大卫 牵走的时候 他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紧张 不断地哭泣 妈妈看见 节目情景 他就站起来 跑到大卫旁边 牵着他的手 他说孩子 不要怕 妈妈在身边 陪你走这条路 他妈妈跟大卫 就这样一起 不回来 亲爱的弟兄 当我看到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心里很受感动 我说这是一幕 耶稣基督 对我们的 我们面临许多的挑战 我们面临许多的危险 要造势许多的 被迫 常叫我们心惊胆跳 我们在那里 位置不浅 怎么办呢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 不可逃避 感谢主 就在那一山 那一位曾经爱我们的主 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 站在我们的旁边 对他说不要怕 我也同意 这道世界的无聊 假如你这样的耶稣 为什么你也惊怕 有这样爱你的主 为什么在困难当中 我们有这样困难低头 有这样爱我们的主 为什么 我们在仇敌 在争战当中 我们退出不前 转身投靠 保罗所弟兄 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可以在世上 站立的主 因为我们不同的身份 我们有个超然的体位 因为我们有个永远不变 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建枯台 我们的盘胜 是由那个爱 不断地支持我们 要带领我们这个 气气燃省的道理 这到我们行完 这一条四大的路程 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弟兄 我应该感谢上帝 因为他从基督前行你们 他用他的话语 兼顾了你们 他要保守你们 在他的爱里 这到永远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